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搞笑无厘头的电影 追踪长尾报马修 这部电影中有很多画面都让人笑得肚皮都疼 而且还有一个超级可爱的长尾报马修 你没有听错 就是这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物种 影片开头就是跟我们介绍了一个骗子男 他依靠行骗的技术来还自己的债务 另一边的我们介绍了一个记者 他被派去采访首领 为什么会派他去呢 为了拯救他们那个糟糕的节目 当然我们的骗子男就意外的成为了他的导游 这个记者刚下飞机就被警察抓走了 原来这个警察原先就认识记者 这个记者采访他之前最爱的女模特 可是呢这个记者也是够倒霉的 刚到那不久就把那些女模特的衣服 爹就给弄坏了 你把人家最爱的女模特的东西弄坏了 人家当然不会放过你了 于是呢这个警察就把我们的记者抓到了监狱里 监狱的生活可是不怎么好受啊 里面有个大胖子 人家也不是胖吧 准确的说那叫凶猛 凶猛的人声音不一定也凶猛 这个男人是个娃娃银 让我们观众大吃一惊 为了逃狱 导游骗子让自己的水塔 不 是南美浣熊 这个南美浣熊帮他们偷了钥匙 他们成功的越狱了 随后他们就去了玛雅 找玛雅部落的首领 那边出现了一个白发老头 这个白发老头在意外中找到了一个兰花 还带回了肠尾报马修 不过 这个贪之魁投吃蛋糕被发现了 最终逃走了 还带走了兰花 不过 一小的兰花落入水中 却有了反应 成为了春水 活在了教授的脸上 教授无意间年轻了 这时教授才发现 原来这种花可以让人变得年轻 教授回到警察局 把之前的那个自己关入监狱里面 并且还让他去丛营里面 去找某物马修 这个年轻的教授刚好遇到呆呆二人组 他们三人误入了玛雅人的地方 竟然真正遇到了玛雅人的首领 不过 这两个人刚去就被处罚了 把人处罚人的方式很特别 把他们埋到土里面 只留下两个脑袋 两个人在土上面也不消停呀 一直朝对方吐口水 莫慌莫慌 我们的占卜师来了 这两个人原来是救世主 原来 那个人一直靠着这种蓝科植物生存 不过最近 有双面人想偷走他们的蓝科植物 于是 我们的记者还有我们的呆瓜 自己的责任 保护我们的玛雅世界 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很快 蒙无马修 记者 骗子杀人 还有原先的警察 就被抓起来了 不过这一次 骗子可是用尽自己的智慧 去拯救马修 马修最后被救了 而记者也得到了 自己想要的视频 骗子也不再是骗子 告诉女儿 她真的见过蒙无马修 影片结局还是很圆满的 一个不一样的喜剧 原来 其实有时候 也许就在另一个地方 会生存着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生物 导演将比利是漫画家 创作了长尾报 搬上荧幕 让观众眼前一亮 实在是明智之血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